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我们最近呢 访问一位大学教授 他跟我提到 他另一位同事也是教授的 孩子在新竹县的竹北市买了房子 是这个新古屋 就是不是全新的 但是就是在五年内还蛮新的 但是一瓶要台币六十万 不过呢 或许地段不同价格有别吧 因为我就住在竹北啊 我住的房子大概有二十年左右 不过呢 知道这个房价真的涨了不少 这也难怪 这个苗栗县长钟东景在竞选的时候 接受节目专访 就被问到 你名下有上百笔的土地啊 存款有一亿多元 是不是会被仇付啊 他就举例说 诶 竹北人有一亿八千万 满街都是啊 那这句话就引起竹北网友的议论 纷纷道歉 诶 我不正常 其实我蛮有感的 这一点我暂时不评论 不过事实上是入住 竹北的人这几年 多了不少 也很敢生孩子 我所看到的 所以也盖了新的小学 当然补习班也纷纷一家一家的开 之前在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跟财讯刷周刊的 传书委员 由小燕谈到相关的话题 那么就是比较高铁附近的一些房价 那么位于竹北旁六家的 这个新竹站是最高的 那么这几年也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且看屋还得排队 那么为什么这个以雾农为主的小城市 可以在这一二十年的时间摇身一变 今天再度邀请他 带给我们他的第一手采访观察 多聊一些 非常欢迎专书委员 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要进一步讲的是 有工作机会人就会在 也会有一些人会住进来 竹北市的人口这些年 真的是大幅成长 对 这个目前大概有20万左右 21万了 最新数字已经21万 一直在 对21万 1746人 你看最新的数字 二月的数字 很新的数字 这应该是拜科技产业发展知识 没错 主要其实还是产业要进来 然后人才会进来 对我先说我对面的住户就是 他老家在台北 但是他就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产业这个部分的话 政策委员最近又到了竹北 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的发展速度如此快速 对 我在查人口的时候 我看到个数字也蛮惊讶的 其实他在2021年 他的人口已经超越台北 信义区的人口了 就是竹北的人口 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在超越 各个地方的人口 然后他的这个人口 是从竹北这个 开始竹科创色以来 他的人口每一个月每一个月 从来没有少过 就他每个月都是在增加的 是 这是一个跟台北市比起来 台北市一直不断在外流 人口不断在外流 所以这个数字是会慢慢累积 然后他会一直发酵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 像台北的人口外流 大家会说因为住不起 那当然还可以再去看的就是 工作机会在哪里 没有增加的话 人就不会进来 那住不起的话你就往周边 去想办法嘛 对不对 但是新竹相对的 如果以科学园区来看的话 表示说这几年真的是接单不错 这个出口畅旺吧 他掌握着这个全台湾 就是最高科技产业嘛 就在组科 是 那他早期也有一个园区 叫台园科技园区 没错 那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科技园区 我有进去过 对啊 就是让你感觉很有这个活力 而且一直被开发 所以我通勤上班的时候 光是搭这个台铁 哇 早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上班族 对啊 没错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住在新竹 然后通勤来台北上班 这样子其实也有 我就是 他这个路程其实只要半小时而已 对 高铁是非常快速的 是 我就是其中之一 高铁台铁都是可以的 是非常迅速 你看 假设你住在淡水 然后假设你住在淡水 最后一站 然后要到台北火车站 那个要40分钟 可是你从高铁 特区直接坐高铁 到台北火车站 只要半小时 其实还比淡水快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交通也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原因 我自己会觉得 像 为什么不住在新竹 新竹其实也有开发 不过相对速度 没有像竹北这么的快 好像腹地也是有限 那旧城市就是维持它 原来非常的风貌 因为它是日据时代 规划的那个城市 它其实是非常像那种很小 是 而且再加上那个搜狗嘛 战前搜狗也已经 整个熄灯了 然后新号三月也关门了 是 就说整个战前变得一片没落 所以我在采访的时候 当地一个很大的建商就跟我说 他自己也很有感觉 就是当时候明明就是 竹北市新竹市的卫星城市 现在已经翻转 现在已经天堂过来了 对 真的是不声唏嘘 现在竹北还有一个购物商城 圆白 是 是没错 大圆白的这个消费力 大圆白我也有去现场看 那消费力也让我蛮惊讶 它的整个商场的配置 也让我蛮惊艳的 因为它就是针对这个主客人 就是叫做科技阿宅好了 科技人的男生的喜欢的样子 所以它一楼 它有个特斯拉专柜在那里 对 那旁边就是还有卖这个高端手表的 就是它其实就是男生喜欢的东西 科技男生喜欢的东西 它都在那里 工程师很多吗 对 工程师多 对 那还有那个酷吉 酷吉是全台湾的 所有酷吉店里面 这个评效最高的 就在竹北圆白 哦 对 所以其实它的购买力 是非常强大的 对啊 你看这个百货服务业 早就瞄准了 就盖了多年了 终于在最近了也开张营业 虽然在疫情期间开张 但是从专事委员告诉我们 你看他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 对 而且那个业绩还比他预期还多十亿 他原本只想说 我大概疫情期间开幕 我可能赚五十五亿 有预估的数字啊 对 那没想到他居然赚到六十五亿 对 然后他说停车位都不够用 他想要再跟县政府申请再多改停车位 这时候那边这个买气有多畅旺 买气畅旺 谈到停车位 我也谈一下我的观察 车子哦 台北跟新竹 真的是不一样的都市的发展的一个进程 然后在新竹路上跑的车子 都是百万名车 是 是 没错 所以我也有去访问保时捷 的确是卖得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年年成长 年年成长 在新竹当sells卖车 好像还蛮容易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去竹北掏金啊 已经不是在台北掏金了 是竹北掏金 好 掏金除科学园区之外 或许也可以从我同一栋的大楼住户 看竹北的另外一个产业发展 因为我听说有年轻世代 就是他在海外公渡才快 就在新竹高铁附近的生医公司上班 其实生技产业的发展也投向竹北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刚有提到说 我们台湾现在最两大的这个产业 就是一个是科技业 一个是这个生技产业 这两大含金量最大的产业都在竹北 所以竹北起来也是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啦 就是想当然了这样 我最近也享受到像台大生意在竹北这边的发展 还像我们台湾的一些生技产业在这边 除了有政府的这个政策啦 民间好像是不是也因为政府政策带头 所以在这边他们也是蛮积极在投资的 对没错 医院也有嘛 台大医院也在那边设计的 还有中国医药也有 中医大也在那边 所以其实在竹北 整个医院也是很方便的 交通又方便 然后又有医院 都是大型的医院 所以生活机能是很完善的 是是所以大楼一栋一栋的盖喔 我伯金就想到在更早以前 我记得我听台中的朋友说 台中人有很多产业啊 那现在竹北这几年 大概是不是类似的情况 在你多次来竹北仔细去了解 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有发展喔 是不是也是 他们产业的那个增幅的速度 他的财产增值的这个幅度 可能比台中的产业可能更大 原因是因为竹北的地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也都已经差不多开发完 可是其实台中的地 还从化去还是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我去采访 就是当地有一些 过去是种田的 然后他们其实非常的穷 我采访到一个里长 他家他说他20年前就还在种田 然后他说有时候还要养租 就是三餐都不是很温饱这样 他家就现在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圆柏附近 没想到一切之间就被申收了 然后就突然整个暴富 你知道吗 20年前还在种田 你能想象那个对比吗 然后到现在是变成收租金的 这个包租工 然后每天到处去巡逻 然后跟大家泡茶聊天 然后就过着退休生活 对 这个听在年轻人的心里头 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还是低薪呢 不过没有关系 这位老农夫 他怎么会知道他有今天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 没错没错 打拼嘛 其实到现在也有很多人 他们一样还在种田啊 因为他们一样过着很简朴的生活 我问到有一些神秘地主 也都是这样子 还去菜市场卖菜 没错 看不出来他的地主 没错 你讲的 我真的听到 我去买菜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你知道隔壁 他们全家四口都在卖水果 他们家有好多栋房子 都是租人家的 他们只是不晓得应该做什么 然后原本就在卖水果 就继续卖 对 对 所以其实还是要认真工作 是啦 还是要认真工作 那这个都是产业面嘛 那我想等一下会 想请小燕来跟我们讲 你可能看了很多 竹北的一些发展嘛 那只是为什么 在很多的高铁附近的地区 或是它同样有产业发展 但是竹北就发展特别好 有相关的政策 为什么还是让有些人 不管是投资 还是要买房子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想这个在稍后节目当中 是不是也请你来告诉我 你自己的观察呢 好不好 好 OK 好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采取双周刊 传述委员游小燕 来跟我们谈台湾的产业发展 我们从原本的小城市 现在呢 已经人口翻倍的成长了 成为台湾最富有的一个城市 在新竹县的竹北市 好我们谈的是这几年 因为科技产业嘛 在竹科 另外还有在竹北 有一个台原科技园区 其实从园区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产业的一个发展的 再加上最近的景气 其实我们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那么有很多的科技新贵呢 都已经进入到竹北这边来 那新竹相对开发或人口的增加是有限 但竹北呢 反而被建商给瞄准了 要往这边来发展 只是说政府对于产业的发展 如果好的话 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也是乐见了 不过我们也看到 政府对于一些比较不理性的投资呢 也会提醒大家 也会喊一下刹车 所以有所谓的抑制房价 大家都说打房哦 那其实过去以来 有不同阶段 也会有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打房的措施 但是在竹北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没在怕的 是 专说委员 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这次其实会写竹北这个原因的起头 有一个观察点是 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就是政府已经平均地权条例 已经说开始要打房了 都已经在讲了 其实各个县市都已经 譬如说之前 因为台积电去台南嘛 然后又去高雄 台南跟高雄房价已经涨很多 当时候大家都已经缩手了 不买了 可是居然在竹北有一个建案 居然是排队 排很长 然后还有很多人生怕买不到 然后因为实在太多人了 那个建商还现场直接加价 因为直接太多人要买 然后还有人哭了 因为他真的买不到 哭 那个场面其实是蛮冲击的 在这个时候 整个其他县市都房市已经变冷 他居然还可以这样 这个起星冬天就让我觉得说 哇 竹北这个省市一定有什么 这么厉害的地方 对 那厉害的地方就是 大家有钱吗 那些钱从哪里来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刚刚我们讲 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 竹北主要如果大范围归纳 就是两种人 一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他过去是在种田 因为以前的竹北 其实就是新竹的粮仓 整个大新竹的粮仓 大概有一个就是叫做六家熟 新竹堡 所有新竹大新竹地区周遭的 都是靠竹北种的稻米 在吃饱的 因为那边有一个头前溪 头前溪是一个肥沃的冲击的地方 然后那边大家就很吃着种田 古时候那时候 大家还说你千万不要 嫁到竹北去 因为你会有种不完的田 对 所以那时候对比是这样子 那因为土地被征收之后 然后他们就突然瞬间 就报复就变得很有钱 这个是竹北的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就大家都一定知道 就是科技新贵 那科技新贵的钱从哪里来 尤其这三年的 其实全台湾的这个财富差异更大 因为我们看18年的时候 整个上市贵公司的净利 大概是2.2兆元 然后在21年的时候 就大家都知道科技业电子业 在这过去的两年 其实表现非常好 在疫情的时候 就突然变成4.3兆元 就突然增加了这个2.1兆元 那有5000亿元是这个货柜三雄 就是大家都知道 货柜行业过去赚很多钱 那剩下这一点多兆元 其实就是科技业跟这个 生技产业一起赚的这个钱 所以这些钱 就是我们采访过程中 有遇到一个科技主管 然后高阶层的 他刷过去的年薪 大概就是两三百万元 然后包含分红这样 那突然在这两年之中 他的钱变成两三千万元 突然 包括这个 对 他这个分红的钱 跟这个股票也涨很多嘛 这个钱加起来 那我平白不顾 假设我这样 我就多了一千多万元 那我这钱多出来 我要做什么 那当然就是买房啊 买房 对 而且加上现在又通膨嘛 大家会担心钱越变越小 没错 对 那我们想说 那我们就买房好了 所以就造成 竹北这整个房市的交易量 还是在别人很冷 他就还是很热 那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竹北它的腹地就这样 它的腹地已经固定了 它能开发地区 都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 它的供给所在那里 我就只能盖这些 那需求 我就突然多一千万 我就是要买 我需求暴增 那我房价单就直接 一次就冲上来了 所以这三年的竹北的房价 其实可以是说 是涨了一百% 就是我们调查统计 就是在高铁特区的房价 就几乎就是 你买一户就是赚一户啊 对 然后甚至当地的人 当地的一个代数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竹北人好厉害哦 就是在家里睡觉 就可以赚一千万 天啊 献杀好多人 对 那部分 就是他说的其实是事实 也不是太夸大 真的是这样 因为根据那个 我们整个调那个房价的 这个房价的统计数据啊 就是竹北的这个 台科大这个重划区 它其实是转手交易价 每一户哦 都是赚一千万的 对 这是有数据 有品有顺的 所以他讲的也是事实 是从这个产业面看 大家可能现在也在期待 就是政府还税 渔民很快的可以拿到六千块 但事实上六千块还没有拿到之前 在农历年前哦 哇 这个也上新闻 就是有很多人 涌入竹北市公所 他要来领 他要来领 对 那一天其实我的同事也来关心我说 你领了吗 可以多领六千块 你看朱北人多幸福啊 朱北市公所 他的结余有五十亿元 你知道吗 所以他拿了十二点七亿元来还税于民 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税的这个契税 还有土增税 他收超多的 他就整个超增 所以他就把这个钱就是 来说 那我们也发六千块 所以你是朱北人 你不但可以领到朱北的六千块 你还可以领到国家的六千块 就一万二 是不是很幸福 哎呀 真的好幸福 幸福的城市 真的 OK 好 所以呢 看到这个 我就会在观察 哇 朱北附近也有一些镇啊 或乡啊 都好像也高楼一栋一栋慢慢盖 我想说会不会有外溢的这个效果 有外溢 因为就没有地了 朱北就没有地 对 所以就往新埔啊 所以我的观察也算是 没错 新丰啊 也都还蛮好的 都还不错 所以都要拜这个 我们的经济产业的发展 虽然在今年就是出口会萎缩了 明显摔退 因为过去算太多 就是库存啊 现在库存太多 需要调节这样子 这样消化一下库存吧 对 所以在其他的科学园区 大概情况也是 没关系嘛 大家先调节一下 那这段时间过后 可能就还不错了 那这边我问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 因为像我自己房子是自己住的嘛 就比较不会受到政府抑制房价的影响 不过呢 你刚刚我们提到说 除了朱北之外 周边的一些乡镇呢 也会慢慢的被带动起来 但是有些人有些钱 他想要做一些投资运用啦 最近在跟一些朋友在聊 大家也都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大家努力工作 那么有一些自己的资产 想要做一些配置的话 专属委员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总是风险控管 是不是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对 没错 其实说真的 那个房价已经涨成这样 就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整个朱北是三年涨一倍 它原本是三十几万 然后变成六七十万 这个的确这个涨幅 真的是前所未见 那原因刚刚有分享过 那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这个高点了 你当然就是要居高思维一下 就说这个未来的这个 价格的调节比较困难 因为现在分享一下量 现在是交易量已经在缩了 可是价格就是缩在那里 如果是要买房的人 所以我也帮大家读者也问了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制裁 我就是有这些想要长期配置的钱 那其实可以买这个 朱北远通白或附近 开始画圈圈范围去找 你可接受的范围带 就是因为在边际有生活机能 然后离高铁也不远 你觉得你换算你的钱 你可以接受 其实都是蛮值得投资的啦 就先长线来看 因为我现在写朱北是 我坦白说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了 朱北的现在的这个样貌 因为所有餐饮业都刚进来 然后这个后站的双子间也正要盖 27年会第一期完工 这件事情才正在发生 正在开始 就是说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口 会进来筑北这个地方 对 就以长线来讲 如果那个价格大概是你可以接受的 然后是已经调节过后的 就是价格有调整一点之后的 我觉得都适合长期的持有跟进场 那建商这块 那他们大概也是勇往直前 就是还乐见未来在 他们还是一样在朱北买高价买地 对 因为朱北的地 我话去查一下就是 整个朱北成交最高的地 现在目前已经到 大概245万 也是在朱北远东百货附近 就是要洗来登商全附近 那边前两年已经成交到 一坪地土地220万 就是建商就算价钱这么高 他们还是愿意进去买 就表示他们也是看好这个未来性 对 这个是蛮明显的 就是建商的动作 还有在朱北蛮积极的一个建商 叫做风衣建设 你一定有印象 就是风衣建设在朱北早年的时候 买了非常多地 在洗来登上去 因为洗来登就是他盖的 他在那边买了很多角地 然后到现在都还很多岸在腿岸 他在新竹这个高铁特区高铁局的土地 就是地上全 70年的地上全案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双子星要盖的地方 跟高铁对面有个联发科的总部 未来会在那边 他两个案子都去标了 这是一个不是所有权 是地上全 他都这么勇敢去标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长线持有 看好朱北 汇好70年 对 因为这个地上全案是70年地上全 对 而且他不算小建商 他是靠竹北壮大 他只是一个建商而已 连他都敢去这么做 就表示说 而且他在在地的观察已经20年了 就表示说 真的是有这么回事 对 好 政府应该是乐见吧 因为你用很多方式去做所谓的抑制 但是呢 大家建商或是民众就是 我手头就是有钱嘛 那就是会投资致产吧 这也是会带动地方的发展 那竹北真的是好幸福 那其他的一些城市 这几年台湾也有一些科学园区 那就小燕你去观察的话 可能还有很多的因素配合吧 像竹北刚好也许天时地利吧 是没错 刚就是所有的科技业跟生意业 台湾最赚钱的两个产业 都刚好在竹北 造成竹北这一波 当然台中也是有涨 但台中比较多都是那种传产 还有中小企业 它的那个爆发力 就没有像竹北这么的瞬间 就直接很明显 对 但台中也是很好的 好 这都可以看到台湾的产业发展的一个轨迹 好我想大家还是得努力工作 好运来的时候我们就欣然去接受 但是要好好的投资运用 我想这是要时常提醒自己的 刚刚小燕说竹北人在家睡觉就能够赚大钱 真的是让很多人好生羡慕 那其实回顾过去 也有一些城市因为产业的发展而致富 当然今天我们谈的是竹北市了 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有些是中国大陆民众或许会想 中国大陆的城市也有不少 像广东省的深圳 也有同样类似的发展的轨迹 它是从一个小渔村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 非常棒的一个科技城市 人口也有一千多万人 我自己三年前从香港搭火车 我要到广州有经过 哇看到这个高楼林立 我在想 也是很壮观 应该是真的是不可 真的真的 所以呢这个不管是造正还是造势 最主要是还是要有这个产业的发展 政策已定 产业进驻了 当然就会有人会进来 那钱潮也会滚滚 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财讯双周刊 专事委员尤晓燕 谈着科技跟生意产业政策 带动城市的发展 我们今天是谈到竹北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 好 今天我深关心几个新闻焦点 首先谈的还是新竹县竹北市 也是今天我们谈的重点 售货与科技 还有生技产业 因此人进来了 同时税收也大增 多么幸福呢 除了在农历年前 可以拿到6000块钱每个人 而现在竹北市公所 透过编列了新台币12亿 几千万元的书混金经费 要分三阶段来发放 每个人新台币6000块钱 今天完成第一阶段的发放 优先会给弱势族群 有12951人受惠 而持续看到产业面 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 由于美国联准会的升息脚步 有望放缓 所以美股反台收高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股直稳 而且航运股力挺之下 指数一度上涨超过160点 突破15500点的关卡 五盘之后 金融跟货柜族群翻黑 大盘涨势收链中场收债 今天最低15387点 五九点上涨了27.17点 成交值是新台币2428.6亿元 至于在产业面方面 有报加音也有还必须要努力的 像鸿海今天公布去年的第四季 毛利率 盈益率 净利率呈现下滑 单季税后获利新台币399.79亿元 即增3% 年减10% 每股基本存益2.88元 累计去年获利1414.83亿元 年增2% 创下历年第三高 每股基本存益10.21亿元 至于笔电代工厂人保 今天公布了2022年度的财报 合并营收大约是新台币1.73兆元 年减13% 归属母公司业主净利72.88亿元 年减42% 每股盈于1.67元 是近三年来的低点 而东森集团今天举行年度记者会 总裁王立林宣布 东森集团2022年营收新台币347亿元 较2021年为伏下滑 主要是因为东森自然美两岸业务受到疫情的影响 另外还有转投资东森得意购 也并没有如预期当中的顺利 所以导致税后净损5.12亿元 不过看好实体经济将会全面发动 王立林表示2022年已经大举 不限之下目标5年业期会达到100亿元 也不排除直接就开百货公司 他认为台湾今年经济走势会外冷内热 航运股方面 阳明海运2022年税后净利 新台币1806亿元 计划提拨员工酬劳大约23.29亿元 若以阳明员工数1739人推算 每人可以领将近134万元 以月薪平均5万元来计算 每名员工年中就是年度的中期的时候 缴金大约是26到27个月真是幸福的企业 另外一个幸福企业是台湾光照 除了深耕光照本业也展开多角化的布局 跨足钢构除能还有自动化的领域 今年集团营收目标将挑战新台币100亿元 而他们将买回5万多张库藏股转让给员工 员工持股比重大约20%的水准 要让员工成为台湾光照股东 为自己工作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黄历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在会